师傅 你就把你女儿嫁给我吧 我会真心对得好的 爸 笑为跟你说话呢 你爸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 爸 爸 小丽雅 是不是我哪句话没说对啊 你爸怎么不太高兴呢 没事 他就那样 平时也能使用 你万下里去啊 对了 小丽 我给你爸买了一份礼物 也不知道你爸能不能喜欢 你别着急 是你买的他都那么喜欢 你等着你哥哥等着我 给你倒杯茶喝啊 你别着急 没事啊 没想想这老爷的脾气这么古怪 我买的东西能不能相处 对 我得看看 妈呀 这月月不坏的吗 哎呀妈 这不当我事了吗 不行 我赶紧得打电话 让他会换一份心的不来 喂 中山路玉米店吗 啊 我是刚才在你那买月饼买了一盒这个 我告诉你 我要投诉你 你我刚才买的玉米是坏的 让你老板接电话 什么 老板不在 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 赶快 啊 好 您好 哪位 你是中山路月饼店的老板吗 对 是我 我要投诉你 我刚才在你家买了个月饼 是高级礼盒 我回去一看 那个月饼是坏的 哎呀好 那个 真对不起啊 用不着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吗 赶紧给我换一份心的过来 听见没 不是 我是确定一下 我们从来的店没发生过这种事 您确定是坏了吗 不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能讹你吗 多大个事啊 多少钱的事啊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月饼 你会不会耽误我的大事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这么说 我就上网上查你家的弟子 我上你家门口 我天天做个蛋糕 我打你家玻璃 你信不信 那个 您千万别上我家来啊 真对不起啊 你赶快给我解释 这月饼怎么可能坏呢 肯定不是生产方面这事 是不是搁时间长了 不可能啊 解释 解释是不是 解释就是掩饰 小借口是一种最擦尽的行为 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去问我多意不起啊 你帮我多说 我可以等你结果 你这要 怎么事啊 不可能啊 叔 你还是把你女儿嫁给我吧 嫁啥嫁嫁嫁嫁 小伟啊 你太别有礼貌了啊 咋的了 你说你和小丽出对一下 你跟我打过招呼吗 啊 眼瞅要结婚了 你来看我来了 是不是没拿东西 我倒不看这口吃的 事不什么事 不是说 你那个舞都买了 别别别放 别别别别别 别减 esto 只能解释就是掩饰 你能他感觉说这句话 是我说的 叔 你别生气 你放心 你等我一会儿啊 你好 我好什么好 我能好吗 我告诉你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 我投诉那个人 您别生气啊 我能不生气吗 你耽误大事的 你知不知道 有你们这么做买卖 做买卖的吗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买卖的 你挣黑心钱 就你有儿子 你一辈子娶不上媳妇 就你有女儿的话 你一辈子嫁不上去 你烂家 你信不信 对不起 你别生气啊 你别着急啊 不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我都急上房了 我刚还不着急 你能耽误这大事 我是干啥 我是上我女朋友家 我冲门来了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说 我这女朋友黄了 我是你家 我说你要你有女儿 我拿你女儿 我丁安你 是不是 我叫你家女儿 行行 完了完了 你看我打电话的 喂 您在吗 让您久等了 久等了 就刚才约会给你打电话 我愿意给你凑骂了一顿 对不起啊 你用把我做对不起 你赶紧的把月饼给我换份新的 你给我送到河边小区 河边小区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 河边小区 有个花瓷子 还有个什么加多宝这个牌子 你给我送到那点就行 哎呀 好离我这太近了 我马上就过去啊 赶快 您先别料 快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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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吧 我在呀 我到了 你坐火箭去的啊 我到了 你玩谁呢 你是不是忽悠我呢 啊 不不不不 我真没忽悠你 我真到了 你到哪了吧 我到这个花瓶的地方了 你有什么标志 右手拿个电话 左手拎个月饼盒上 喂 喂喂喂 喂 你在这干啥呢 快来坐 来 没事 你怎么了 你尝尝 这一款月饼是咱家新出炉的 可好吃了 我哪有新吃月饼 哎呀你做什么事来 你尝尝 哎呀你看你尝尝好吃 是 这月饼不坏的吗 你傻呀坏的我能给你试吗 不是你看他都长毛了 这是这样 这不是长毛 这叫三毛月饼 不是这不是坏的 不是坏的就长这样 当然不是坏的了 你有意见呢 不是说 这没没没没没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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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小伟 哎你赶紧回去吧 哎 我接到了个投诉 今天没有事说你们这回事 哪天再说 爸你今儿好嘛 有啥不好的 咱们店名声最重要啊 哎呀我得查查来电显示 我得给你回个电话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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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是月饼店的老板 哦 刚才我给您送月饼 您没过来取呀 我想向您倒面道个歉 啊 那个没事的 没事 没事的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不是不整个事 就是我一喜和你吧 这也不大个事 你就不用道歉了 哎呀 别这样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还是过来吧 不让您先道歉好不好 我说这真的不用了 这真不用 真不用 完了 咋了吧 来 我给您送月饼 他没过来取 现在说又没事了 肯定是有事了 他说没事了 肯定是有事啊 哎呀 我的妈呀 这个怎么整你呢 小伟 你这网上外头干啥 你进来 爸都让你投诉了 你帮忙解释一下 快来 把这事处理处理 别老实了 爸 爸 你让小伟帮帮忙吧 这事能帮不上吗 叔啊 原先我都处理过 是投诉的事 我试试 那太好了 小丽啊 你一下查查 热点过不过期 好了 小伟啊 来来来来 你好 你好好说 好 道道歉 陪着你 行吗 叔你就交给我吧 喂 下面有我接听你的电话 您说 哦 好 您说完了吗 您听我说几句啊 如果是我们店的月饼质量真出现了问题 我们可以赔偿您 但是你要听得好 没有证据不要跟我说话 你经过检测了吗 啊 你有结果吗 啊 叔啊 啊 摆平了 咋说的 他说给人道歉 哎呀妈呀 给咱们道歉 哎呀道歉说的 他说哭着给咱们道歉 小伟啊 刚才你语气有点重了 我说 来 不着要说不着 你听我说 不着 小伟啊 咱们不能得理不咬人哪 不点说 不我跟他说了 不点说啊 喂 您在吗 早晚 我对不起你呀 你怎么还哭 我不该投出你呀 你白跑了一趟啊 您别哭了好不好 我是真心里忏悔呀 您别哭了好不好 你原谅我呀 都是我的错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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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 哎呀好 您操等 哎呀 您操等 小维啊 小维 小维 哎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你要哭快enc 这哭快一个咋得 你眼 眼睛 喂 别哭了 你哭啥哭啊 我们都说原谅起来嘛 对不 以后就别犯这种错误 就完了 我跟你说我们老板 那是个高尚的人 他可不是说 跟你是没完没了的人 知道吗 我们老板看起来 看着有身份的人 你就以后记住这个错误 就完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原谅你 对 是吧 停止哭泣 停止哭泣了 那我得跟他解释几句 不是他得有说说故事 不是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 喂 喂 喂 您在吗 我在 您 不哭了 不哭了 哎呀 这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 书啊 书 对 喂 不是我我可以关你叫叔叔吗 可以可以 叔啊这刚才跟我打电话那个人不是你吧 刚才跟你通话的人啊 是我姑娘的男朋友 这个事啊前前后后都是他处理的 我还要感谢他呢 他这他是你姑娘的男朋友啊 那你要感谢他的话 你就把你女儿嫁给他得了呗 嫁给他 我跟你说叔 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摊上这样的好过爷子 那你就是烧高显了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那不是你家祖坟冒情戏 是你家祖坟爆炸的 你知不知道吗 你有这种人 我跟你说你不是想你东西吗 我跟你说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个时尚的人 是个高尚的人 是有个职业心理的人 他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这么一个人 他这个 我想问你 他究竟是不是人 你猜呢 是一个人 是个人 是个人 是一个人 啊 是一个人